犬夜叉割为一众成梨猫幻化的飞行物来到奈洛城堡附近 空旷的四周引有奈洛气息 正在众人怀疑奈洛城堡是一座幻城市 珊瑚看着自己父亲的盔甲告知犬夜叉 城堡是真实冲在路 尼勒看向珊瑚表示 不能让珊瑚父亲和村里的除妖师暴时荒野 众人将珊瑚父亲和村中除妖师在山岗处重新置办了一处混种 珊瑚不明随城堡消失的琥珀在哪 一座村院外 琥珀正在为一对老年夫妇劈柴砸耍 引得夫妇一阵欢笑 进屋吃饭时夫妇询问琥珀是否回想起以前的事 并表示夫妻二人是因城堡几天前消失 在城堡处遇到了昏睡的琥珀 琥珀忽想起一个周身邪恶的男人欲将自己杀死 自己逃了出来 夜里琥珀独一在树下 空中忽然飞来大批毒蜂 琥珀吃惊跑回屋内 告知照应自己的老夫妇千万不可出屋 反身奔向旷 不想一个妖怪复出欲撕裂琥珀 抢夺琥珀体内的四魂碎片 在篝火旁边休息的犬夜插一众 云母忽然感知琥珀声息 而各位也感知到了四魂气息 一众快速奔往丛林 正欲被妖怪逼入绝境的琥珀 珊瑚一发飞来鼓腰身撕裂 将琥珀救下 望着琥珀眼神不住颤透 众人将琥珀带回木屋内 珊瑚为琥珀清理伤口 而琥珀却一脸茫然地望向 对自己亲切体贴的珊瑚 询问珊瑚是否认识自己 珊瑚询问琥珀是否记得以前的事 琥珀却是一脸呆错 并询问珊瑚自己以前的过往 珊瑚内心一警告知 琥珀他们是一家人 将琥珀搂入怀 琥珀一脸红侠 屋外犬夜叉 质疑琥珀是耐落的轨迹 可弥勒却表示 就算是陷阱珊瑚也要跳进去 毕竟是自己唯一的地理 引得犬夜叉一阵奋人 见珊瑚走出犬夜叉迎向珊瑚 和珊瑚说出了心中质疑 被珊瑚痛责 表示自己一定会守护琥珀 不让他再次离开自己 琥珀听得屋外关切自己的珊瑚 因自己和伙伴争吵 不想让珊瑚难作萧然离开 而天空中顺势布满了妖怪向众人涌来 犬夜叉飞升而起将前排妖怪撕碎 不想空中锋刃飞出 将众人逼退 神乐现身向众人表示 不明耐落为逃琥珀体内似魂碎田 居然派出自己和大量妖怪 自己定不如使命将琥珀体内似魂取出 珊瑚各威心忧琥珀 流犬夜叉弥勒和神乐对峙 回屋查看屋内空空如影 二人心下一景追寻琥珀 琥珀奔入树林被毒风左右为止 珊瑚赶来飞来谷狂草毒风 琥珀不明所以 珊瑚数次将自己打救 珊瑚意在琥珀身侧表示 琥珀是自己唯一的弟弟 自己就是拼尽性命 也不让琥珀受到任何伤害 为保琥珀安全 珊瑚将琥珀交予歌威 自己向妖群突进 歌威带着琥珀一路返回 利剑将树枝妖怪射杀 不想见于已尽 歌威带琥珀藏往树洞 琥珀看着歌威如此照应自己 回想往事 不想心底伤痛莫名传来 脑海耐落声音响起似魂光芒骤变 歌威回头望向琥珀 琥珀神智呆节 眼神茫然手举连刃 欲向自己挥下 因琥珀记忆被奈洛抹去 虽然被珊瑚所救 但依然无法唤醒内心 可珊瑚给琥珀的暖暗 却让琥珀体内的人类之心苏醒 不想奈洛的声音 在琥珀的脑海涌现 将刀刃举向歌威 珊瑚正同云母奋力拼杀 想为琥珀打开一条生路 忽然歌威一声痛呼 想撤密林 珊瑚内心一惊 起身驾云母返回歌威身边 歌威奔出树洞 琥珀在身后追赶 不想歌威被脚下树木所半摔倒 望向琥珀高举的利刃 全色在地 琥珀脑海奈落声音不断响起 正欲挥向歌威 琥珀神智一呆 手中利刃迟迟迟无法挥下 珊瑚赶来吃惊的望向琥珀眼神不住颤抖 琥珀见状起身奔离 珊瑚看着歌威伤势 流云母照领 向歌威致歉 眼神绝绝奔往琥珀 歌威望着珊瑚远去的背影 内心猛然一紧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遍全身 琥珀一路奔行 忽然飞来鼓将琥珀身位封住 珊瑚望向神智呆错的琥珀内心一阵纠结 未将琥珀彻底从奈落手中夺毁 让琥珀灵魂永远自掩 飞身奔向琥珀 而犬夜叉和弥勒不断被神乐群妖力占拉着 神乐气怪犬夜叉为何不用铁碎牙 犬夜叉表示收拾神乐群妖力找不够 却被傻气宝道出 应由无法掌握刀身指的挥动贴着 被神乐得知 犬夜叉不犯挥刀 被神乐嘲笑身形迟动 几发丰刃袭来犬夜叉依附刀身扛下 尼勒不断被消耗体力引感不知 这是一只巨型妖怪将木屋剧烈 木屋内空空如影 神乐感叹琥珀并不在屋内对着犬夜叉 尼勒一阵撒向 尼勒道知犬夜叉本打算拖住 神乐已留给虎珀逃跑时机 可若虎珀心智仍被耐落所扣 那被拖住的反而是自己和犬夜叉 戈威可能受到虎珀伤害 犬夜叉心中猛醒 尼勒不顾气宝劝阻 原地刷打将群妖和竹蜂不住吞噬 呼喝犬夜叉紧快赶往戈威身边 犬夜叉惊地望向不断吸入独风的尼勒 起身奔斗 神乐刚想阻止 尼勒呼喝神乐若然妄动身形 自己必将连同神乐一起吞噬 神乐无奈驾驭遁 尼勒将群妖收尽 身体不知倒地 犬夜叉几个跳楼奔入密林来到哥威身边 哥威告知犬夜叉 珊瑚神色不太对劲 很可能因为对自己的愧疚会杀死虎珀 而且虎珀在最后关头并没有向自己挥出连任 犬夜叉听闻飞声扑往树林 珊瑚将虎珀暗倒在地 泪水滴落在虎珀神志茫然的脸旁 要将虎珀彻彻底解脱 他的声音不断传入犬夜叉耳内 犬夜叉内心不愤心中狂怒 身心不断被妖王血液充斥 尼勒感知犬夜叉周身血气肺腫 心中顿时惊悚不已 犬夜叉迷勒被俄天丸毒解束缚 毒气不断进入 尼勒成起的结界摇摇欲坠 俄天丸喝着手下抢来的酒水 饮过之后随手抓起一名村女 长蛇贯穿村女身躯 瞬间村女气血被吸尽 众人惊恐望向俄天丸 摔倒在地的老者健壮 心想只有犬夜叉才能拯救村民 起身将铁碎牙从山匪手中夺下 欲交给犬夜叉 被一众劫匪打倒在地 拳脚相架 一名劫匪正欲贯穿老者身躯 哭声传来 小男孩奔来老者身边不住哭泣 珊瑚飞身将两名劫匪踹飞 随戈威护在老者和小男孩身前 俄天丸招呼手下将戈威请获 一众山贼围在戈威珊瑚身边 和戈威不住四打 尼勒灵气不知 结界即将破裂 犬夜叉在简内纹的戈威欲血 周身不断幻化内心不再犹豫 瞬间妖王之血再度附体 这时独简内红光四起 一发利刃独简破裂 犬夜叉冲天而起 血爪飞刃不断习向近身珊瑚的几个山贼 顿时血泊飞溅 戈威看着异化后的犬夜叉眼拨不住颤抖 俄天丸变身巨大的妖蛾 对着犬夜叉挥动不 犬夜叉看着俄天丸邪媚名笑 起身一发飞涨飞向俄天丸 俄天丸心中惊讽 口中再度吞出独私欲将犬夜叉融化 不想犬夜叉冲天而起 一发利刀俄天丸身躯瞬间暴力 澎湃的血液在犬夜叉周身沸腾 无边的杀戮之气将犬夜叉内心吞噬 周身妖王血气不断充持 飞身跃入山贼群中大司徒 即便山贼驾马悲奔 也逃脱不了犬夜叉的血心魔种 血光四起 即将一众山贼屠戮殆尽 面对腹地求饶的几名山贼 炙若罔轮节节而下 欲再度挥爪 隔威剑撞手持铁碎牙奔往犬夜叉身边 不想一股强劲霸道的妖气 映入犬夜叉脑海 犬夜叉警觉起身 沙电望向满地被犬夜叉厮杀的尸身 面色阴暖 转身回望犬夜叉 欲以自身感受犬夜叉妖王之血 强悍体型 犬夜叉体内杀翼再度飞 沙电拔出斗鬼神 剑压骤陷 尽力四起逼的犬夜叉无法近身 不想妖王之血加持下的犬夜叉进依国身躯 生生逼入剑气 将斗鬼神打开 向沙电不断挥折 沙电望向周身弥漫妖王之血 被吞噬内心的犬夜叉 虎仙王的尊道得到应等 现在的犬夜叉怕是连自己都不认识 内心没有恐惧迷茫只有杀戮 沙电看着内心被吞噬不断习向自己的犬夜叉 赶判终究是个半样 再无保留和犬夜叉拉开距离 逼发剑气将犬夜叉略起身形阻断 周身尽力不断加持 剑气瞬间将犬夜叉震退 沙电望向再无站立的犬夜叉夺步上前 戈威见状飞身附在犬夜叉身上 眼角含泪对沙电不住呼吓 沙电告诉戈威 用铁碎牙压制犬夜叉暴走 否则带犬夜叉申必将再度抱起伤人 迷了珊瑚也赶来 顾名沙电是何阴犹放过犬夜叉 沙电傲娇表示 不懈杀死连自己内心都无法掌握的犬夜叉 言霸飘身而退 犬夜叉悠然转醒 看着自己的杰作 对人类始终拥有悲怜之心的自己 双手却沾满鲜血 小男孩刚欲招呼 却被几名妇女男家 声称犬夜叉是妖怪 望着被自己救下 却对自己排斥的村民 即便小男孩表示 是犬夜叉才使得分明和爷爷得以生还 犬夜叉内心依旧悲凉 哥威望向犬夜叉一阵心疼 珊瑚在河边映着暮色向迷勒表示 不管犬夜叉会不会再度报道 自己会同迷勒一起陪伴在犬夜叉身边 并有蛊惑麻烦不断 可犬夜叉从来没有嫌弃过自己 犬夜叉顿足和剑 不断用河水冲刷自己双手 可纵使双手沐浴和剑 也无法掩盖自身的血腥味 内心抓宝 不理哥威拿给的毛巾独作草地 哥威看着因杀戮山贼内心痛苦的犬夜叉 逼在犬夜叉身侧 犬夜叉对着哥威一阵咆哮 告知哥威自己也不想被别人当作怪物 可是身处绝境自己根本无法把持住 哥威望着内心痛楚的犬夜叉 无声依在犬夜叉身后 犬夜叉身形一呆 犬夜叉因无法熟练掌握铁醉牙 面临绝境反复妖化 内心害怕再次妖化迷失自我 会将各位撕裂 不得已寻往刀刀斋 刀刀斋见犬夜叉到来 知道犬夜叉对自己反复妖化以心生俱矣 明家被犬夜叉怒斥 故将铁碎牙封印自己妖王血气之事 早日告知自己 明家表示以犬少单纯的性格 如若知晓一定用力找撕裂敌人 而放弃铁碎牙 刀刀斋一番思索 告诉犬夜叉为经之际 只有将龙骨精斩杀 方可使刀身变轻 应有铁碎牙断裂之后 是由犬少力齿所见 可犬少力齿不及欺负强刃 以至于刀身顿挫 使得犬少不堪负重 若将龙骨精砍杀 则表明犬夜叉实力以匹及欺负 铁碎牙必将变轻 犬少也可熟练掌握 犬夜叉随明家去龙骨精的侠狗 不想被奈洛独风跟踪 各位一众见犬夜叉不告而别 心知犬夜叉忧心自己反复妖化 可各位更加担心犬夜叉内心状态 同迷了珊瑚寻找犬夜叉 奈洛听闻犬夜叉欲去往龙骨精瞎 撒然而笑自己数个分身都未能将犬夜叉收掉 也许龙骨精可将犬夜叉身躯撕裂 望着神无阴眉而笑 犬夜叉随明家来到一座荒无生机的旷野山 攀附山崖 得明家指引望向依附山体的龙区不由心惊 明家告知犬夜叉 龙骨精胸口心脏处的利刃就是犬大将封印所 只要将铁碎牙插入龙骨精心脏就可使铁碎牙变轻 犬夜叉正欲顿望 不想封印龙鲸的利刃上耐落出血 耐落一阵撒笑将利刃龙滑 封印解除一开身形 煞使龙骨精商列不住欲合 身躯震动灵魂疏醒双目立光乍险 一股蓬勃霸道的妖气弥漫整个侠 明家不住色斗 告知犬夜叉其父犬大将 就是因和龙骨精对决 将龙骨精封印才使得身体受损于一 趁龙骨精尚未察觉 尽绑开溜 不想犬夜叉却表示 一直对明家给予自己的作弊行径故事 自己要凭实力将龙骨精淡犯 明家见犬夜叉痴迷不误把腿开溜 龙骨精望向犬夜叉应急而笑 嘲笑犬夜叉不自量利欲将自己身去撕裂 口中光芒顿起 一发雷光球跟向犬夜叉 犬夜叉闪身避开 雷光于是不减将耐落为体画面 对犬夜叉目录幽光 各位一众寻的刀刀斋 得知犬夜叉独身前往龙骨精商 几人随刀刀斋一起前往 不想一股强劲蛮霸不输给杀电的妖力 将不远复者或伤给不满 各位吃惊询问刀刀斋 犬夜叉确定在和这样实力逆天的妖怪战斗 刀刀斋一阵头疼 犬夜叉这个二货居然将龙骨精妖力苏醒 带各位一众速度前往狭腿 表示犬夜叉必须解锁铁碎牙 新技能爆破瘤 还能撕裂龙骨精 犬夜叉看向龙骨精胸口 心想只要将刀插入 必可完结龙骨精 扛刀飞身上前将刀锋劈向龙骨精身躯 不想刀刃无法砍入 被龙骨精尾部袭来扫翻在地 龙骨精一阵得意 对着犬夜叉嘶声而笑 表示犬夜叉软弱的半腰身体 根本无法动穿自己犹如钢筋铁骨的身躯 对犬夜叉失去耐心 口中雷光乍现不断袭向犬夜叉 犬夜叉不住躲闪 可还是被龙骨精抓住机会一掌溢入山体 铁碎牙脱手 身体不住下坠掉在地面 御探手伸向铁碎牙 逼发雷光再度奔向犬夜叉 巨大的光体将犬夜叉身形覆盖 犬夜叉腹地昏厥 龙骨精感慨犬夜叉不堪一击 突然一股不输给自身妖力的气息 从犬夜叉身体不断向自身弥漫 龙骨精身形顿紧 而戈威和刀刀斋一众也已感动 看着犬夜叉戈威内心紧张不住嘶喊 犬夜叉听闻身形一阵 内心不再犹豫 双目红光乍现 因犬夜叉无法熟练掌握铁碎牙 担心自身不断妖化 被迫去往龙骨精伤骨 斩杀龙骨精 使得铁碎牙运用自如 可不想龙骨精被耐落复活 将犬夜叉吊打 带到戈威一众感到 犬夜叉手中铁碎牙已然脱手 即便听闻戈威的呼唤 也无法阻止犬夜叉体内妖王之血再度苏醒 龙骨精感知犬夜叉周身弥漫妖王气息 不敢再度轻视犬夜叉 犬夜叉望向龙骨精 应急而向 飞身血爪竟将如钢铁般的龙骨精身躯划出伤口 龙骨精大惊 一发雷光袭向犬夜叉 犬夜叉迎着妖光再度跃起 一爪将龙骨精打倒 刀刀斋一阵心惊欲驾牛而顿 哥威不解 明家赶来表示 若犬夜叉将龙骨精撕裂敌我不分 就算是哥威也会成为犬夜叉的猎物 哥威明白可依然为犬夜叉担忧不已 不断要求刀刀斋将自己送往犬夜叉身边 刀刀斋无奈 只得顿足上空 看着犬夜叉 不想犬夜叉在裂倒龙骨精身形之后 竟然探手伸向铁碎牙 众人被震惊 明白犬夜叉执着的内心在和体内妖王之血战斗 犬夜叉将手不断伸向铁碎牙 体内不屈的炙热灵魂不断在和命运抗争 正在碰触刀柄之时 龙骨精起身一发强烈的雷光系向犬夜叉 巨大的光芒将犬夜叉再度覆盖 各位内心担忧 不想光芒散去 犬夜叉手持刀翘萨爽的力 龙骨精身躯涌出更加强劲的雷光向犬夜叉扑哮 而刀翘结界也然无法护及犬夜叉 尼勒风学顺开 将雷光轨道偏移从犬夜叉身边缓 强劲的妖力使得尼勒周身颤抖呼 感叹犬夜叉居然和妖力这么强劲的龙骨精战斗 犬夜叉手拿铁碎牙身心一阵 妖王之血散开 将刀柄紧握了 铁碎牙瞬间腰化 因刀身太重再不服 可犬夜叉望向龙骨精 表示自己必定将龙骨精身去撕裂 龙骨精看着连刀都拿不稳的犬夜叉 嘶声而笑 这时铁碎牙好像感到犬夜叉内心决绝 竟然轻身而起 欲要和犬夜叉融为一体 犬夜叉感慨刀身的不可思议 龙骨精以启示而来 犬夜叉内心在不犹豫 提到月上龙骨精身躯 将龙骨精身躯动穿 龙骨精望向犬夜叉怒火加持 口中雷光不断涌向犬夜叉 犬夜叉躲闪不及 被龙骨精尾部拍入雅体掉落改定 龙骨精一发尽力十足的光球席向犬夜叉 犬夜叉不顾向自己端来的光球 举刀辉风之商刃将光球笼涨 一发风之商进将雷光 连同风之商反给龙骨精 一阵光芒过后龙骨精倒地 犬夜叉望向刀刀斋 呼吓自己已然掌握铁碎牙 龙骨精也被自己打倒 刀刀斋提醒犬夜叉别高兴太早 龙骨精虽身躯倒地 但并未死 既然已能将铁碎牙运用自如 不如就此离去 告知犬夜叉龙骨精的实力不容小觑 犬夜叉不愤表示 自己必须将龙骨精干翻超越祈福 不想龙骨精悠然转醒 身形抱起强悍恐怖的妖力 将整片山谷沸腾 强劲的妖气竟将猎起的石块瞬间湮灭 犬夜叉望着妖力沸腾的龙骨精头皮发麻 只是事已至此只能举刀硬钢 龙骨精周身妖力不断沸腾 妖气不断聚集口中光芒乍现 一股强于之前数十倍的雷光 对着犬夜叉呼啸奔来 强劲的妖力竟将方圆树里的山谷全树笼罩 犬夜叉闪推不及 举刀硬钢而上 这时风之商刃再次开裂 将犬夜叉身形拖起 引入龙骨精强劲的妖力光圈 顺势光芒再度爆现 刀刀摘一阵心惊 怀疑犬夜叉即将使出铁碎牙的奥翼爆破了 犬夜叉心头震怒 内心不再犹豫 灰刀将风之商刃尽数涌出席向妖气漩涡 风之商刃将龙骨精的妖气团伞推过去 两股妖风不断碰触摩塌 强劲的妖气旋流刚转 竟将龙骨精身躯生生撕裂 看着自己身体不断被禁风撕裂 一生绝望思觉 身心不甘而灭 众人震惊 不想犬夜叉突破自我强悍如斯 犬夜叉也是一阵猛破 七宝欢然蹦上犬夜叉肩头 一众喜出望外 犬夜叉形至刀刀斋身侧询问原影 刀刀斋道之犬夜叉已然解锁铁碎牙 新技能爆破 犬夜叉表示不仅如此 风之商可以随便挥出 不带众人反 必发风之商席向山体 山体顿时崩立 众人再度震惊 犬夜叉彻底放飞自我 左右横向不断挥刀 不顾众人阻破 各位暴命 犬夜叉一众听闻附近村落有四魂碎皮 不想赶来之后 各位并未感知四魂气息 尼勒感觉要分头行动 便查找四魂碎皮 却被珊瑚指责欲勾打村中父母 犬夜叉表示若有妖气 自己会第一时间赶制 和各位沐浴阳光 七宝不想当电灯泡 独自在河边吃着棒棒糖 这时对面几个小孩正追逐一个小女孩 将女孩打翻在地 斥责女孩偷取事干 女孩倔强否认 表示自己的哥哥会回来替自己暴露 引了一众小孩嘲笑 告知小女孩哥哥早已死在战场 小女孩闻言大怒飞声扑咬男孩 又被打翻 这时天空不暗 几房虎火遁现 一个大气球飘来将几个小男孩吓跑 小女孩色斗地望向空中 顺势空中光线亮起 七宝手拿树叶萨爽落地 安慰小女孩 为表感谢小女孩将自己偷来的事干分给七宝一半 七宝感慨原来小女孩才是坏人 一番交流得知女孩叫伍岳 从小是孤儿 唯一的哥哥远赴战场生死未必 可伍岳倔强地表示哥哥一定会回来 因为自己对哥哥走前留给自己的四魂碎片以许愿 随之向七宝斩首四魂碎片 看着碎片七宝心中顿惊 尼勒带众人行往村落移出大名府 并告知府内有妖怪准备蹭吃混住 不想府内一阵响动 尼勒将一张符咒印在门里 一只仿似蜥蜴妖物飞复 七宝虚气感来 告知各位村内发现四魂碎片并将碎片之主带来 各位走向伍岳 五月一阵紧张之后展出碎片 各位一阵观察 待五月走后告知众人不是四魂碎片 而是十之花一类的结晶体 七宝文言大惊 猜想自己一伙是收集四魂碎片的强盘 而且假的四魂碎片并不能实现五月的应用 大名主告知众人五月从小孤 自己本欲收养 可因五月生性倔强坚持等待自己的哥哥 一个人独住村外孤冷的小孤 而五月在回往家中的路上被吸一块茶菊 夜里七宝为帮五月实现心中所愿 欲偷取四魂碎片赠予五月 不想被犬夜叉发嘴 告知人类若要获取 历史灾难将七宝文言说脚 次日因无法完成五月的心愿 七宝想去和五月告一 不想五月赶来告知自己的哥哥已让回家 七宝大精英由五月四魂碎片是危险 跟往五月回到五月的残破小孤 却感知五月哥哥周身弥漫妖气 而且盆水中运出妖怪等 急忙招呼五月 被妖怪识破将五月劫持 向七宝索要真正的碎片 五月不明所以 将自己珍藏的心愿碎片交由哥哥 不想被哥哥剖落在地一拳碎裂 五月内心一阵绝望 七宝见妖怪将寄予五月内心所愿的碎片碎裂心中大怒 胡妖术换出一条巨蟒盘腹妖怪身躯将五月救下 待五月跑出屋外 招出木马不顾五月呼吓将五月带走 蜥蜴怪被七宝吸手 画出真身将屋体阵裂 向七宝奔来 各位起床未见七宝向犬叶叉询问 弥勒猜测七宝应去往五月家里 各位感觉五月可怜 待珊瑚一起寻往七宝 犬夜叉无奈 只得和弥勒更往 不想五月住所一片狼界众人大惊 奔走山路寻往七宝 却见七宝用马载着五月飘来 五月告知众人七宝症和妖怪奋战 犬夜叉谨身而往 七宝左膜右傻 内心因五月美好夙愿被蜥蜴怪践踏 飞身唤出树枝分身 手中雷引爆 一起扑向蜥蜴怪 张口撕咬 因身躯太小被蜥蜴打飞不甘倒地 未能替五月出气心中愤然不绝 这时犬夜叉闪出将蜥怪异拳打倒 五月赶来询问七宝安好 七宝心下暗人 自己未能帮五月实现心中夙愿 斩首将碎裂碎片扶向五月 不想五月看向碎片转身将碎片扬发 眼角晶莹向七宝展颜而笑 表示自己已接受民主的照应会搬入民主家 看着五月将心中梦想撒向空中 接受现实 七宝内心强忍悲怜和五月告一 五月欢迎向七宝挥手 并表示自己内心真实感谢七宝 遇上七宝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 七宝陌生内心祝福五月 虽然心愿破裂可依然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不因心迷雾而遮去对生活温暖和阳光的向往 自己虽然孤身一人 可因命运羁绊始终有犬夜叉 各位陪伴一段温暖治愈自己内心 因此不再孤独弥漫 希望五月接受温暖阳光 幸福地生活下去 绿蒙和盼看阴阴引火光芒 虽衣不舍可内心不断为五月祝福 众人看向七宝感觉七宝真心喜欢五月 犬夜叉不耐呼和七宝 若再是留恋就将七宝门下 七宝听闻气喘 本来和犬夜叉一众形质引火运功 犬夜叉各位正欲收网四魂碎片 不想弥勒拥向一个村女进行人文主义关华 引得众人一阵郁闷 各位正欲将行诉 弥勒翻找钱代时却发现钱才已被刚才女子摸去 众人无奈进入村落 见到村落里全是英恋女子而没有男人 询问事情原因 一众村女告知是应由村中男人尽数去往山里 怀疑是被妖怪所伤无法为家 而山中妖怪可能是美貌公主所唤化 弥勒听闻语独自前往 珊瑚不放心 一身除妖失数装奔网 各位见状感觉珊瑚喜欢弥勒 犬夜叉不解 珊瑚随行弥勒得知 附近山上曾是一众战败五世宝负公主的庇佑长 带众五世全部死去时 公主也忧郁而亡 而村山男子行往山中尽尸 弥勒怀疑是因公主幽怨的亡魂所致 谈话间弥勒和珊瑚来到一片结界 弥勒看着结界向珊瑚表示进去容易 出来恐怕要费事 随手将臂鞋柱摘下 戴在珊瑚手腕进入结界 珊瑚紧随其后 不想身位不断和弥勒拉开 口中呼吓弥勒 弥勒置若罔文 弥勒行至一片雾气缭绕的矿影 不见珊瑚踪迹 这时听愿浮现 一个双目幽怨的貌美女子已出 询问弥勒在此何游 并将弥勒带入府邸和弥勒醉酒当波 告诉弥勒自己是公主 因由灵魂内心空际而无法破裂此处 希望弥勒留下陪伴自己 弥勒表示自己愿以身相许 言罢公主深情俯视弥勒 珊瑚来到一处貌似桃花园之处 见众多老者一脸安小 珊瑚向老者们打问 得知老者其实都是精断男子 只因山中弥勒被貌美公主带回府内 温柔相伴 美梦若幻之后被遗弃之子 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春梦 身心依然停留在幻境中 并告知珊瑚 他们是和公主深情对视中身心轮险 珊瑚听闻心中大惊 弥勒法师那个色皮 定然无法挣脱公主幽魂的掌握 急身奔往公主府 隔门进入 却见弥勒正欲和公主深情拥吻 珊瑚大怒一声怒喊将俩人阻断 弥勒随即跃开身形 而公主也患出珊瑚狗妖本体 对着珊瑚一阵呼吓 却因珊瑚佩戴的避邪珠 无法察觉珊瑚身位 弥勒见珊瑚奔来 告知珊瑚公主闻在珊瑚狗妖体内 俩发复咒贴在妖怪身体 妖怪一阵刺痛 公主灵魂脱身摔倒在地 狗妖暴怒 双目妖光不起将珊瑚身形运出手链碎裂 随之妖导拍向珊瑚 珊瑚举飞来骨隔道 不想飞来骨开裂 弥勒在妖怪身后两把符咒继续补上 妖怪一阵思觉被珊瑚飞来骨撕裂身形 妖怪体内吸收的精气不断涌出 化烟而灭 城堡也随之效应不见 弥勒扶着公主拥入怀抱 告知珊瑚狗妖被灭 公主灵魂已然自有 公主后悔因自己灵魂孤独 使得妖怪有可乘之机 向弥勒道谢之后 灵魂化作一缕幽光已去 村内一众老者恢复青春样貌 依然对梦中情有怀念不已 弥勒为公主在村中设立灵魏 希望公主灵魂可以庇佑村落 珊瑚玉玉不振独自垂坐河畔 弥勒走来依在珊瑚身侧 向珊瑚表示感谢 珊瑚却感觉自己没帮上忙 表示弥勒自己也能独立应付 弥勒告知珊瑚是依托珊瑚的力量 才将妖怪除掉 并表示珊瑚陪伴担忧自己 让自己内心冷心 长久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女孩 让自己感觉如此体贴入心 欲和珊瑚一路相伴 珊瑚被弥勒得一阵面红耳饰 羞涩转身 弥勒看着珊瑚臀部被动再次出发 珊瑚心头一阵火 不明白弥勒除了摸屯 再无其他本事 路上弥勒被鸽威一顿说叫 珊瑚看向裂开的飞来鼓一阵郁闷 迷雾里一名男子色斗地奔走 惊恐的眼神不住四处张望 却被一名身体朔壮的恶汉顿主身形 男子不由地身颤 恶汉指责男子因躲避战乱 自己好心收他为徒 让男子在田园修行 不想男子却妄想逃走 男子双眼恐惧表示 再也无法忍受田园生活 被恶汉用药葫芦将男子吸进 随迷雾引去 珊瑚因飞来鼓裂痕 回自己村落修复 驾云母离去 戈瑞也因考试想返回现代 不想和剑飘来几个人面果 尼勒表示 人面果是由人类血肉之躯习惯结果 戈瑞随犬叶叉一众行径合剑 打算将树妖除掉 随着飘入合剑的人面果时 来到一处山体底端 犬叶叉向上张望一棵硕帽的老树 进接人面果时 不等弥勒戈瑞反应 当先跃起向上攀去 戈瑞不明犬叶叉为何这么急 七宝告知戈瑞因今晚是硕日 犬叶叉可能是想在身体变化之前解决树妖 恶汉正将药葫芦荣叶灌往人面果树 犬叶叉赶来 告知恶汉自己欲将树妖砍掉 遭恶汉嘲笑 犬叶叉举刀砍往 被恶汉身体扛下 犬叶叉刀之伤再度挥动 不想恶汉手中藤枝换出花瓣 将刀之伤任尽数化解 随即葫芦口指向犬叶叉 将犬叶叉吸进葫芦 戈瑞弥勒九等不见犬叶叉 利用七宝的狐妖术飘上山体 不想七宝不堪负重 坠入山体 弥勒敏捷将戈威拖入雅体 随之进入一间屋舍 屋内一个室外桃源模型吸引了戈威视线 仔细观察发现桃源模型内居然有人类走动 众人正在惊奇 不想戈威忽觉装有四魂碎片的瓶子正在变大 正在感慨 田园一阵光亮掀起将戈威一众吸入模型 四魂碎片的瓶子脱落在地 戈威一阵心惊 向树下修行的众人打问为何身处幻境 修行一众告知戈威他们欲修为仙体 与化红尘 戈威迷了一阵郁闷纠结 犬叶叉在葫芦里面悠然转醒 发觉脚下流淌对有毒的液体 内心一阵紧张 举爪灰向墙壁 只是留下几发抓痕 恶汉进入田园模型屋内 惊喜发现戈威掉落在地的四魂碎片 将碎片植入身体 感知身体力量更加强悍 可惜识获的铁碎牙 无法挥出妖化形态 无奈将铁碎牙弃至刀架 随着日落西山硕日来临 犬叶叉顺势化为人类形态 正在犬叶叉无措时 刀鞘一阵震动 犬叶叉心念呼起 将刀鞘指向壁面呼唤铁碎牙 铁碎牙飞身插入葫芦 犬叶叉心血 待恶汉将刀身脱落 犬叶叉随溶液滑落地面 身形顿结 看着恶汉肚脐出三个碎片 以为戈威遭遇不测 不顾人类之躯扑向恶汉 不想恶汉因似魂之力 身躯钝化钢石岩板 飞身将犬叶叉派入地板 将地面运出一个森然坑体 犬叶叉拳地不知 戈威迷勒在田园内遇到 被抓入的流浪武士 询问得知 田园内所有的人类 在修为稍有起色之后 都会成为人面树腰的养分 只因恶汉一心 想要人面果树 接触仙人果 而利用人类欲躲避 战乱饥饿的脆弱内心 不断收获欲想逃脱世欲的人类 自己正是无意听到了 恶汉和人面果树的交谈 才被抓到田园 这里没有梦想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和成为人面果树的肥料 犬叶叉苏醒发现 自己周身已被腾刺缠绕 正不断吸吮自身血液和气力 抬眼望向桌面上 戈威装四魂碎片的瓶子 内心一紧 向壮汉贺问戈威在哪 壮汉并未知晓戈威 听了犬叶叉询问 得知有女人进入桃园 向犬叶叉思笑表示 要将戈威抓取 用以当人面果树的痒痒 戈威指挥七宝 用一拉罐自制的炸药放入掩体 七宝一发火将炸药点燃 十块滚步 弥勒风学将十块吸向自己 应该跑道 将墙体撞开一个洞口 众人正在欢呼 突然一个肉眼在上空浮现 巨手将戈威抓起 戈威一顿呵斥 询问犬叶叉在哪里 弥勒感叹戈威面对巨人 也如此强势 壮汉手上发力将戈威晕掘 犬叶叉看着戈威的衣物 以为戈威已欲不测 不顾伤口奋力挣扎 欲扑向壮汉 这时戈威衣服内 弥勒七宝闪破 弥勒风学顿开 进风不断拉扯 缠绕在犬叶叉周身的藤枝 将防体嵌翻 壮汉也被砸倒 犬叶叉退去藤枝 听闻戈威在楼上急忙奔入 戈威被一阵异乡熏醒 发现自己在浴缸里 衣服已然不见 犬叶叉进入 戈威心喜艳开 走向犬叶叉 犬叶叉望着戈威妙曼 身姿庆幸戈威安然无恙 顿时尴尬不已 将自身上衣脱下交给戈威 正欲起身 不想因失血过多晕倒 戈威看着不顾自身伤势 一心担忧自己的犬叶叉 心疼不 戈威脸颊顿时硬红一片 尸声尖叫 犬叶叉转醒 可现在的状况 已然不可能打破状况 想要逃走望着断崖无奈 突然花盆中传出老者的声音 告知戈威是自己的不地桃果人 因贪恋妙力 不慎将四魂碎片植入人面果树 石下人面果 心智被人面果树控制 欲以制出仙人果 将自己做成人面果树的痒药 由于只有自己才知道 配置仙人果的秘方 才得以从 这时桃果人走来 告知犬叶叉一众自己的父母 就是因为身躯弱小 被别人欺凌致死 自己不想再像父母那样 一定要成为强者 不择手段以弱者为师 不断强化自身 听得犬叶叉一阵火大 举拳挥向桃果人 被桃果人打翻在地 哥威一发破魔之剑 将桃果人的四魂碎片拒出 碎片飞入果树身躯 桃果人大怒飞身 扑往哥威 犬叶叉见状 起身撞向桃果人 两人一起坠入山崖 虽然自己人类之躯 也许会死去 但能将哥威救下 自己内心再无遗憾 这时吸收了 四魂碎片的人面 果树不住颤抖 牙体呼声腾之 将桃果人犬叶叉缠住 桃果人以为 树妖欲将自己救下 不想转瞬被树妖吞噬 树妖正欲吞噬犬叶叉 天空骄阳升起 缠绕在犬叶叉周身的腾之 被挤发力光滑灭 犬叶叉迟到一发疯之伤 将树妖收掉 随手将四魂碎片收起 尼勒以为犬叶叉就此香香玉芸 哥威崩溃 犬叶叉明明是人类之躯 非要和桃果人硬刚 不住哭喊犬叶叉 不想七宝身后传来一阵声响 七宝听闻欢然 蹦上犬叶叉肩头 哥威依向犬叶叉怀里 不住抽起 珊瑚不住锤打快要断裂的飞来骨 仔细观察飞来骨的纹路 胆知虽不如父亲铸造的精炼 但对自己的修复也是满意 想起父亲让自己练习除妖术 可父亲告知自己要培养成为除妖师 更重要的是为让自己坚强 始终不解父亲身意 向村中先被祭拜 突然人影呼闪 石子飞向珊瑚 云母起身将一名女孩扑到 另一个身幼的女孩 飞身挡在倒地女孩身前 珊瑚望向满脸稚气的女孩不解缘有 年龄稍大的告知珊瑚 她们是姐妹花芹菜灵彩 因自家村落粮食已尽 姐妹俩为寻粮奔走数十里 好几天为尽水米鸡肠碌碌 珊瑚听闻烹出大锅汤汁 姐妹俩一阵欣喜埋头猛造 并告知珊瑚欲拜珊瑚为师 希望习得除妖术为家乡造 珊瑚因寻往奈落不便收脱 姐妹大献殷勤死缠乱打 珊瑚坚决不同意 姐姐芹菜无奈 向珊瑚跪下 告知珊瑚自己村中因粮食短缺 开坎荒地 可边野的妖怪却让他们生计无所 欲寻得除妖师驱除妖怪 可村里已经拿不出支付除妖师的用金 两姐妹听闻附近村落除妖师身手了得 欲学习除妖技能为村民除妖 珊瑚同情表示 可以教姐妹简单一点的除妖技能 从屋内取出除妖道具 带姐妹来到一处旷野草丛 将除妖粉放置甘草里面 让姐妹戴好口罩 将烟剂熏往动革 不多时妖物涌出 姐妹惊喜物粉功效 向珊瑚询问 可否教授其他技能 珊瑚表示除妖技能并非一下能掌握 夜里在珊瑚熟睡 姐妹奔向珊瑚家藏有妖孩的武器谱 林菜单掌将门锁阵列 姐妹进入江烛光引来 满屋的妖身还鼓印入姐妹视 姐妹以为用妖鼓打造的戾气便是除妖秘密 收好妖孩正欲打包带走 被珊瑚解主 质问姐妹到底是何身份 二女表示他们是仁者村的一幕 殷村中仁者接下任务以忍输除妖 不想遭群妖暴復 将村民仁者积进国路 姐妹是因躲藏地窖 小心躲过劫难 可父亲已被妖怪重伤 待到姐妹感到已经奄奄于心 告知姐妹一定要坚强 带着父亲的主顾 姐妹想要学习上乘的除妖术 御用自己的力量重新光复仁者村 林菜灰恋刃将珊瑚逼退 姐妹背起妖孩起身奔逃 珊瑚心惊 因妖孩妖气未尽 必会使得群妖寻妖气追杀秦菜姐妹 嫁与母向秦菜姐妹追群 哥维端坐井边弥勒身形呼现 询问哥维女人会因为被别人摸屯 而背叛曾经的有力 哥维表示适当地保持距离 也是维持有益的良妖 犬夜插道之是因弥勒息臀 而导致珊瑚迟迟不归 弥勒笃定珊瑚必会归来 弥勒来回夺步内心慌的一批 因姐姐力气不及妹妹 不堪负重 林菜将姐姐背包捆往自身背囊 被珊瑚追上 告知秦菜姐妹速将妖孩丢弃 否则必遭群妖厮杀 二女正在犹豫 可以来不及 大批的妖怪这天必也有力 向珊瑚和秦菜姐妹扑面来 姐妹正欲起身和妖怪厮杀 珊瑚告知秦菜姐妹 没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女儿 父亲失去前告知姐妹坚强 不是让姐妹变得强大汗 而是让姐妹心智坚忍顽强 幸福地生活下去 秦菜文言制止了要和妖怪拼杀的子彩 姐妹衣上云女 珊瑚面露坚毅呼声淋向群妖 宛如近风中的铿锵玫瑰 几经风雨 依然桀骜及逊 不断在妖群冲杀和命运对抗 可是四周的群妖仿刺洪水不拳 欲将珊瑚包围 这时弥勒赶来 将扑向珊瑚的几只妖怪打飞 犬夜插风之伤撕裂群妖 弥勒原地刷大将群妖定数收短 一众惊恐的实力 正在秦菜解雲心头战 逼发力剑哭起 将幼妖妖身后袭击珊瑚的妖身燕 七宝妖歌威身后出来 表示来接珊瑚 珊瑚眼角经营 望着纵人心许难平 不知何时自己身边凝聚出这样一批关心自己 被自己出入生死 无论何种经历 从未放弃自己 听闻是妮乐关心自己 脸颊硬红走向妮乐 妮乐表示从未有过一个女人 让自己如此一脸担忧 内心歌手 被动刷新 一个白发老妇正在不断面对咒语 欲收取大明府的城主信仰 随着一发指人烟灭 城主的生命也被咒杀 神乐在老妇身后涌现 询问老妇是否黑屋女村 并告知五十年前和她战斗过的杰等女人现实 自己家主需要她的诅咒力量 并可以完结她多年的速度 春随神乐见到奈落 转瞬将自己年老的容颜退去 奈落见状心中笔定 春未留住自己的青春 已将自身灵魂衣服妖怪 而妖力貌似并不强景 心中更加肯定春对妖力以外的四魂之欲 有更强的执命 斩首将四魂之欲映向春眼前 春双手扶向四魂之欲 贪念更鲜 询问奈落有何应有 这边歌威当从古井攀出 四周近风鼓起 一道虚影将歌威养伤 歌威告诉咱来的犬夜叉 而春也利用世神取得了歌威的血 驾神乐宇一顿倒自己的食堂之地 风乃听闻歌威欲洗 仔细查探后告知犬夜叉是黑雾的世神 歌威不觉四魂气息有力 将四魂碎片拿出 不想碎片通体飞放 平体忽略 四魂碎片飞升进入歌威身体 歌威神志顿时呆走 而春手中的四魂之欲 不断被识神血液和奈落的邪气境 和歌威体内的碎片栗阵 春表示只要咒术不断加持不久 电口将歌威咒杀 而奈落却表示 要让犬夜叉再度享受五十年前和结果相杀的怨恶 歌威痛苦倒地 尼勒表示自己带珊瑚阻止施法的黑雾女 犬夜叉留下照顶歌威 随珊瑚下云云前往 犬夜叉望向痛苦的歌威心急鼓鼓 风乃和气宝在屋外打水 内心明了如若不尽早将咒术阻断 歌威身心被邪念黑话吞噬是早晚的事 歌威脑海声音呼气 和歌威内心不断相看 春惊奇歌威的灵力如此强韧 犬夜叉久等迷了珊瑚没有消息 欲出屋打探 不想身后一发利剑射向自己 犬夜叉回身闪开 剑雨顿入门框 一切仿似五十年前结梗射杀自己的情景 犬夜叉内心紧张看着歌威 歌威身形将指引公指向犬夜叉 内心不忍伤害 极力呼唤犬夜叉 犬夜叉心下大吉 就在此时弥勒和珊瑚终于找到了春的位置 而杰耿也来到了这里